2007年,北大高材生陈长志,不顾世俗眼光,将辍学在家的农村毁容女藤子英娶回家。 尽管得不到世俗的理解,陈长志却甘之如頤,把藤子英宠成公主。 而且一宠20年,为了给藤子英做手术,陈长志宁愿自己省吃俭用,也没有丝毫怨言。 当然他们的爱情,也不是一帆风顺。 原本有份不错工作的陈长志,为了家庭选择自主创业,结果却赔了二百万,外加一百万外债。 眼看着原本幸福的家庭岌岌可危,这段不被世人理解的婚姻有没有因此瓦解。 一个前途光明的名校高材生,跟一个辍学在家的农村毁容女,怎么也不像是一路人,为什么陈长志坚持要娶? 两人现状如何了? 在认识藤子英之前,陈长志是公认的学霸,出生于农村的陈长志,虽然靠着学习实现了礼乐龙门,成为了天之骄子。 但从小经历的苦难,让陈长志对于别人的痛苦总能共情。 2002年,正在北大独大三的陈长志,从一本杂志的背面看到了一个心酸的故事。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,是一位来自贵州深山丛林里的高位劫滩女孩。 当陈长志得知,女孩因为一场事故被诊断为高位劫滩后,再也没能站起来。 陈长志内心深处告诉自己,应该帮一帮,让女孩感受社会的温暖,能够振作起来。 当时大三的陈长志,因为学习成绩优异,早就被一家大公司看重,因为独到的见解和敏锐的财经嗅觉,陈长志根本不用为未来发愁。 其实陈长志,自己也不过是一个穷学生,被大公司录取之前,陈长志即便是考上了北大,也没有忘记勤工俭学,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。 陈长志自从上大学之后,再也没问家里要一分钱。 但是看到女孩的遭遇后,即便陈长志的生活并不富裕,还是力所能及地给女孩汇款,而且不是一次汇款。 当然每次汇款后,陈长志也总会写信,鼓励女孩不要被困难打倒。 一次,陈长志给女孩汇款后,决定给女孩打一通电话了解情况。 当时接通电话后,听到了一个沙哑的女生从听筒传过来。 以为对方就是劫谈女孩,陈长志当即开始鼓励对方振作。 没想到,陈长志的话还没说完,就被沙哑女生打断了。 原来,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,沙哑女生并不是劫谈女孩,而是看到报纸后前来看望的好心人。 得知陈长志长期汇款后,沙哑女生十分钦佩陈长志。 两人一番交谈后,陈长志给女孩留下了姓名地址。 没想到,两人不仅成了比友,还成了彼此的挚爱。 2005年,毁容女孩滕子英鼓起勇气,到北京跟比友陈长志见面。 谁知刚刚下火车,滕子英想到自己毁容的脸庞,顿时萌生退役,抬脚就打算买回城的车票。 就在滕子英内心纠结的时候,火车站的一通找人通报,让滕子英不得不硬着头皮,走到了陈长志面前。 当时滕子英心里想,不管怎么说,自己距离陈长志只有一步之遥,至少要见一面,哪怕对方不接受也没问题。 尽管陈长志做好了心理准备,看到滕子英半张脸的烧伤后,内心还是久久不能平静,但陈长志还是下定了决心跟滕子英在一起。 明明两人第一次见面,为何陈长志就认定了滕子英呢? 其实一开始,陈长志对滕子英的感情是处于同情,这还要从滕子英给陈长志写信开始说起。 滕子英原本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,但命运却一次次苛待滕子英。 滕子英八个月大的时候,不小心右脸栽进火炉烧伤。 因为脸上的伤痕,滕子英的人生注定比别的孩子更加的坎坷。 尽管滕子英从小坚强,九岁的时候,滕爱的爸爸突发疾病去世,妈妈也令假他人。 因为交不起学费,滕子英十四岁的时候离开了学校。 尽管在学校没人跟滕子英一起玩耍,也没人愿意跟滕子英交朋友,但滕子英还是喜欢学校的氛围。 只是滕子英怎么也没想到,从学校辍学回家后,不仅要扛起家庭的重任,连自己的人生也要被人摆布。 自从成年后,滕子英的妈妈就开始给女儿物色结婚对象,因为滕子英烧伤严重,一般人看完之后都是摇头就走。 即便如此,滕子英母亲依旧没有放弃。 当时滕子英就在想,就因为毁掉了半边脸,自己的人生就要一直被别人摆布吗? 内心愤懑的滕子英将自己多年的心酸写给了陈长志。 看到滕子英的遭遇后,陈长志就像鼓励劫贪女孩一样鼓励着滕子英。 一开始,滕子英只是想要找人倾诉自己的苦闷,却没想到,陈长志完全没有敷衍,直接给滕子英寄回来一封偿信。 就这样,两人通过写信交流了四年,陈长志也从最初的同情蒙生了别样的情感。 陈长志鼓起勇气,希望跟滕子英定期通电话,但自卑的滕子英想也没想就拒绝了。 不过,陈长志并没有放弃,为了表明自己的心意,陈长志用时间证明自己的真心,在两年的不懈努力下,滕子英终于答应给陈长志打电话。 从写信到电话联系,陈长志跟滕子英之间的关系越发亲密。 得知滕子英在老家过得不好,陈长志就邀请滕子英来北京。 好不容易买票去了北京,滕子英一下火车就后悔了。 担心不被陈长志接受,也担心陈长志用异样的眼光看自己,滕子英第一想法就是逃跑。 没想到,陈长志直接通过广播找人。 为了不留遗憾,滕子英只能硬着头皮见面,一路上滕子英的头都压得很低,生怕自己烧伤的半边脸吓坏陈长志。 第一次见到滕子英,陈长志还是被对方脸上的烧伤吓了一跳。 陈长志只知道对方脸上有烧伤,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是半张脸。 但陈长志并没有嫌弃,反而下定决心要跟滕子英在一起给滕子英动手术。 2007年,陈长志跟滕子英在老家举行了简单的婚礼,尽管婚礼十分低调,但夫妻两人都十分满足,根本不介意外界的目光。 2007年,北大高材生陈长志不顾世俗眼光,付出一切也要娶农村毁容女,两人结婚的消息引起了一番热烈的讨论。 有人觉得两人门不当户不对,滕子英要颜值没颜值,要文化没文化,跟陈长志在一起后,肯定有代沟,就算是勉强在一起,也不会有好结果。 而这段不被看好的婚姻,从一开始就超出了所有人预料,两人领证结婚的时候,没车没房,更没有彩礼和价值。 婚礼当天,滕子英只是穿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,就草率地把自己给嫁了。 当然,草率的婚礼背后却是陈长志朴实无华的承诺。 自从陈长志表白后,就下定决心,一定给滕子英动手术,让滕子英过上正常人的生活,不再被外界的视线干扰。 陈长志也说到做到,结婚穿着几十块的地摊西装,却将全部积蓄拿出来,把滕子英带到了最好的医院。 一开始,医生告诉陈长志,滕子英的手术大概需要三四个月时间,没想到,这场手术却长达三年之久。 除了时间长之外,还要巨额的资金支持。 原本的存款很快见底,陈长志就四处借钱,但依旧不够。 为了有更多的前手术,陈长志除了本职工作,还另外找了不少兼职。 尽管手术的苦,折腾担心小夫妻疲惫不堪,但两人从没放弃对生活的热情。 闲暇之余,陈长志总是努力自修课程,而滕子英为了追赶丈夫的脚步,也一直在图书馆看书学习,没事的时候还要去旁听大学课程。 后来,滕子英想要投身电商做生意,陈长志也全力支持,陈长志并没有大男子主义,反而鼓励滕子英一定要坚持做自己, 有一份事业很好。 两个努力生活的人,从一贫如洗,渐渐地有了家底,不仅买了房子,还剩了两个孩子。 就在陈长志以为,自己一辈子都要这么平淡地生活下去时,命运再次出手考验两人。 2014年,陈长志做生意失败,不仅赔了两百万,还道歉外债一百多万。 一下子一无所有的陈长志,整个人十分颓废。 因为受不了打击,陈长志逃离了城市,一个人跑到了深山调解心情。 眼看着好不容易拥有的家庭和事业岌岌可危,一直被宠爱的滕子英勇敢地站了出来,带领着员工发货接单。 那段时间,滕子英顶着库鼠跟员工一起发货卸货,为了赚钱,干脆住在了仓库。 等到陈长志调解两个月回家的时候,看到的就是为了填补窟窿拼命的滕子英。 而滕子英看到逃跑的丈夫没有埋怨和责备,反而温柔地劝慰,失败没什么,我们一起努力从头再来。 因为滕子英的鼓励,陈长志振作起来,仅仅一年的时间,两人的生意扭亏为盈,不仅还清了债务,生意还更上了一层楼。 这次风波过去后,陈长志跟滕子英之间的感情更加地牢固。 而陈长志也做到了结婚时许下的诺言,把滕子英宠成了公主,而且一宠就是二十年。 对于陈长志的珍惜,滕子英也拼尽全力靠着坚韧不拔的努力,滕子英不仅帮助陈长志扭亏为盈,还攒下了千万家底,暴打了陈长志对自己的宠爱和珍惜。